家人们甜妹真的是永远的直男展 在这里艺人是脱单恋宗里 女一周小诗2020年结婚 童年又离漏婚 而甜美可爱的她 初次登场便是吸睛十足 让男二波行低眼便表示 她带着我到处去参观 小时这个会是我偏向于我去 主动是好的 而后登场的男三也同样对她一见惊心 女嘉宾的话我觉得小诗会强眼一点 首先她本身就长得漂亮 这个无用自已也很健谈 说话也非常的得体 因此备受欢迎的她 在厨房修油场中 提出要分组出门买菜时 男二男三便纷纷主动举手 想和她一起出门 然而在市场再次分组买菜时 男三还是无缘和她一组 让她当场无语哽咽 而有幸和女一小诗一组的男二波行 则是全程表现到底 即使她从不吃芹菜 也不忍心让女一周小诗扫兴 愿由她买买买 而女一周小诗做饭时 她更是贴心给她地围群 还特地掠过了情地男三 然而男三也不甘落后 又是围在她身边刷存在感 又是特地做她的定时闹钟 然而你一小时吃饭时 还是选择坐在男二波行的身边 让男二波行忍不住全部高升 所以这么刺激的雄进修罗场中 甜妹的心动性会投给谁呢 下一期我们有缘再见吧